我是卓君泽 带你关心体坛大小事 陪你小卓一下 基本上其实我大部分的球类运动我自己都玩过 然后小学我也参加过像躲避球队啊 篮球队 拔河队 天津 但我国中有稍微跳脱一下参加合唱团 我到大学的时候才正式接触到排球这项运动 然后就认真参加戏牌 也打过什么戏机杯啊 校机杯啊等等的 我认真耶 你玩都是我认真玩的 我都是真的认真玩的 所以我腿才会这么粗 你知道 不会啊 不会 不会 最不到一个不行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最佩服大炮手 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呢 就是精准判断的举球员 还有任劳任怨的自由球员 俗称 骂丁 对 没错 AKA L 今天的来宾就是我们企业排球联赛 效力于台电队的自由女神姚孟霍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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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目非常的freestyle 就这样介绍完了 没关系 我相信我们内容应该还蛮劲爆的 希望待会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访谈你都不会想说 嗯 要把它剪掉 我觉得我希望还是有嗶的部分把它带过好了啦 可以可以可以 某些部分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毕竟你现在还有工作要 对对对 上有老板 下有那个一家老少 对对对对 对 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其实我是应观众要求 有许多的就是听众呢 他们就听完了棒球篮球 还有其他领域的项目说 就很推荐我一定要来访问一位 就是排球员或是排球的运动相关的人物 我就想说我身边跟排球最接近的也就是 简正光主播小光姐 我就说光姐你可以帮我推荐一位好聊的运动员吗 他就跟我第一位就推荐了我们的女生 对 因为我跟光姐也是非常熟 就从我大概 我好小哦 那时候好小我几岁 十七十八岁吧 你十一岁开始打 你十七岁就认识他 我十七岁 对对对对 就是在高中阶段就认识小光姐 对 他那时候在伟来吧 可能就比较常跑排球 对对对对 所以然后那时候又跟我们一个日本教练很好 你可能又常看到他po这些动态 对对对 反正就很多机缘之下就是一直好到现在 而且他又四十座 跟我生日差没几天 对 没错 好爽 我喜欢 所以今天要靠那个女生carry我一下 不会不会 我会尽量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给你 太棒了 我们先从你小的时候 然后你的个人这个方面来了解好了 因为你是刚提到嘛 你在十一岁很早很早就接触到排球这项运动 而且你自己本身就是体育班 在国小的时候 对 其实因为我其实国小就很好动 但是其实不管在我们打到这个阶级 其实都是从小开始就培养 有这个运动专场 像排球嘛 刚好机缘是我二姐也是打排球的 那其实家里就很常这样 就是姐姐玩什么啊 妹妹就要跟着玩啊 就跟着玩啊 还要比她更好啊 没错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比她更好 然后出路也比她更好啊 对 毕竟我比较有 就是老师在帮我铺路 就是老师希望我去哪里发展 他会觉得比较有 就是继续的路 比较有未来的路可以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才一步一步的走到这边来 对 没错 你那个时候没有接触过其他的运动项目吗 你就像你说 你自己蛮好动的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认真练别 只是有时候下课也会去打打篮球啊 然后跑跑步啊 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好动的一个女生 对 然后也是有时候下课结束 也都会去跟朋友骑脚车出去玩这样子 是不太 基本上是不太坐下来静静的看书的那一种 所以基本上家人对于你就是读体育班这件事情 也是蛮支持的对不对 他们从来没有拒绝过我或是不支持我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还蛮有组件 就说我要干嘛干嘛干嘛的 对 但其实都是有老师跟贵人就是提拔我 就是希望我可以这样走 所以我才选择这样子 对 不过你一开始在接触排球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排球其实有蛮多位置 有刚刚提到举球员啊 大炮攻击手啊 然后还有很重要 在场上唯一的焦点跟其他人穿的都不一样的 自由球员 对 那个时候我了解的是 你从高中才转为担任自由球员 这个角色 狮子座的人一定攻击欲望非常的强烈 企图心非常强烈 对 所以大炮手就一定会是你这样的角色来担任 对 对那怎么样去转换呢 你没有那种阵痛期吗 对 其实有 其实在前几年转成自由球员前两三年 其实我一直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当自由球员 因为第一个我可能球杆好 但是我基本动作不好 但是自由球员又必须要有一点基本 对这种低手的基本动作其实要有的 所以我在刚开始转位置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挫折 我会觉得说我很想要得分 或是看攻击手不能得分的时候就很不爽 就是说你会不会打要不要我来打这样子 你是心里murmur不是直接念出来吧 当然啊 我当然是心里念的呀 四周不都这样子吗 就是很好胜心啊 就其实是很有攻击欲望 就是很想要得分的那种 直接从后排跳到前面 超想的对吧 是没有 是不行 毕竟还是有规则的 对不能犯规这样子 对但是后来过几年 我就是在接触自由球员的时候 找到他的一些成就感的来源吧 对因为不只是得分的时候有成就感 你在接起别人没有办法接起的球 其实那也是成就感的来源 不过这个真的是花了相当多年的时间才找到的 对因为从一个攻击欲望非常常烈的运动员 要让他成为一个防守型的球员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应该是我后来觉得防守也是必须要主动跟侵略性的 如果你一直属于被动 你就会变成是骂点 你应该是要主动的自己去找球 球在哪里 你要去主动的去接球 包括可能别人还没有判断出来球 你就先去接 这也是我的工作责任 对 所以他其实也是可以是一个攻击性的防守球员 那在转换这个心境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人的启发 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才让你完全去接受就是自由球员这个角色 启发我倒是觉得还好 只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呢 就 刚好在转折 转位置的这个时候是被一个日本教练带 那因为他的 你也知道日本教练就是他是很严格 没错 第一个都想要严格 或者是他不会让你随便的就是打这个位置 他就叫你就是做得好 对 一百分的那一种好 对 因为以前其实并不是很多人都看好我做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有人觉得说为什么我要进国家 对 明明就我没有那个资格 为什么要选我进去 但是因为那日本教练可能就是看到我就是四座不服输个性吧 然后就把我找进去当自由球员 就觉得就是怎么操你也不会走 怎么打你也不会走 对 对 就以前就是练习 就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十年前吧 被打其实没什么事情啊 对啊 也没有什么 现在很多只要打一下 然后就被告什么 现在那个小孩子比较少了 秀喵喵比较多 对对对 对 大概就是在八六以后了吧 我们这时代的选手个性也都蛮自我要求蛮高的 对 跟现在小孩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一定是跟生长环境有差别 对 对啊 那我们有点离题 不会啊 父母比较疼 就是会比较打不起 没有 因为我觉得不只是排球这个项目 以前在更早以前那些训练的方式就有土法练钢嘛 然后就会觉得打出来的选手就是他抗压性会很强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概念 当然现在已经有点改变了 会强调什么运动科学啊 没错 没错 什么比较心理层面的啊 有在 因为我妈自己是足球选手 我爸也是 我们爸爸妈妈都是体育老师 所以我非常了解就是运动员的这个生长的过程 没错 没错 大概有多苦 我就觉得其实以前那样子苦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回想起来的时候 其实不会说 我以前怎么过得这样 为什么我生活是这样 我不会去觉得说 对不起当时的自己 我反而非常谢谢当时的自己 还有当时的教练 以及身边的队友 然后让我一起扶持到现在 然后才有今天的这种做人处事的道理啊 跟球技的发展 因为你从高中的时候 二年级的时候吧 就入选了青少年的国家代表队 你是在那个时候才觉得练排球是很像苦日子来了吗 在那之前 其实都还算是玩票性质 玩兴趣的吗 没有 国中那时候就已经练得很辛苦了 对 只是因为我们国中不像是其他的甲祖传统学校 这么成绩这么好 我们顶多只打得进甲祖 大概前六名 然后之后遗嘱都可以保持在第一名这样子 毕竟甲遗嘱的层级差别一定有 对 那甲祖我们到我二三年级的时候一点打不上去 因为我们人可能不够好 那在遗嘱的时候是可以保持第一名 然后但是到高中就不一样 是一直打甲祖前三名的球队 就比较属于传统球队 传统的校队这样子 所以训练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都进国家队 很少留在母队训练 所以其实训练 就一直也训练都很辛苦 我觉得从来 如果是玩票性质大概是国小吧 国小的时候就是 很开心 要去玩 打排球了 早上中午晚上都打这样子 对 都很快乐想要打球 然后招到国中 好累 对 就是 国中真的也很辛苦 对 菜单大概是怎么样的 就是会 就是那种辛苦你会就是 你还没有踏进球场 肚子就开始先脚痛 我懂 我以前练拔合队也是这样 要先跑学校十圈 就觉得天哪 我今天的早餐应该不饱 等一下就要吐了 对对对 你会紧张肚子脚痛 然后会压力很大 或是早上你就想着 笑要见到教练压力很大 然后很怕他 就操我们之类的 对对对 是那种压力大的感觉 没错 我可以明白 所以你在国中的时候 就已经练三餐了吗 早中晚 国中因为比较不是传统学校 我们每天 我那时候是住在 冰江街这边 然后每天要搭车 公车去明湖国中 就是内湖 靠近东湖那边的明湖国中 上课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住校 所以就只有练 下午的时段而已 就是大概是 两三点过后的时段 然后来练球练到 大概六七点 然后晚上还会排一个 自习时间 回到家基本上 都已经十点半了 哇那真的是 练得还蛮扎实的那一段 就放学后的时间 对对对 因为他毕竟也是会要求 我们在课业上 能有一定的成绩 所以练完球 我们还会留下来 会安排老师来上课 或者是做自己的自修时间 你那个时候 没有排斥念书吧 排什么 排斥 排斥念书 其实就有点排斥 因为我觉得我 念书真的不是强项 对 就是在反而在打球上 我可以很认真 很专注的吃完课表 但是在念书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 没有那么灵活 没有办法说 我一看就像排球一样 一看就知道怎么打 一看就知道怎么去接球 或是有球感 我念书是没有书感 也没有念感的 对 所以有点就是 有点打从心里 就是说 这件事情我没有那么在行 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面 投入的心理也没那么多 有啊也是有投入啊 因为以前学生就知道要念书啊 只是念不好 然后考试成绩不好 这样子而已啊 就还是有念啦 对对对 然后现在知道自己读书能力 没有那么好 但是会赶快去找自己 喜欢做的 想要做的 或是我自己的优点 是什么来做 来弥补一下自己读书不好的 这一块 对 我们刚刚有提到 因为你在国中的时候 其实学校不是那种专门 高中才转去三星加乡 这个过程 因为你要离开原本的生活环境 读书的环境 也不是一件荣誉的事情 尤其在这么小的年纪 很像就是你在 很小的年纪 就出国念书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那个时候 应该还没有高铁吧 还是那个时候 没有 没有 还没有嘛 所以要回家也不是 一件荣誉的事情 没错 去三星加乡 那时候是去高雄嘛 对对对对 那时候我就拎着一个小包包 我印象好深刻 我妈带我去做客运 我妈也没有陪我下去 反正就 我自己一个拎着小包包 就很想 就要下去念书的那种 我就拎着就是 才一个小包包 天哪 很像离家出走的孩子 对对对 然后东西又很少 然后就直接下去了 其实我当下 其实我没有想过说 会离开家里 还是有什么的一些 情绪吗 没有完全 都没有 我记得我看我们爸妈离开 就我坐车离开的时候 很像有哭一下 但是 很像 就很像也没什么感觉 就只觉得 我就是要去上学 只是上学的学校比较远 对对对 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形式而已 我没有想过 以前小时候没有想过说 我离开家这么久 那我爸妈怎么办 怎么样的 对啊 对不会啊 我就觉得 就 反正老师叫我去 我就去 然后那边有学姐 也可以稍微照应我一下 我觉得应该还OK过得去 对啊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 你其实觉得那段 那段过程是怎么样 其实还OK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独立自主的女生 对以前不会知道 现在发现 渐渐的发现 越来越能够一个人干嘛 干嘛 一个人出去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看电影 什么都可以做 这应该简称来说 就是差不多年纪到了 对 确实也是啊 也不能否认说 差不多年纪到了这件事 没关系 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聊年纪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其实差不了太多 我31而已 对 差不了太多 自己讲这样子 77 78 78 78左右 对对对对 那我想聊到这一部分 就是自由球员是场上的守护神 没有像攻击手段 就是那样子的帅气 受到瞩目 你相较之下 你这个转换的过程 你调试好了 可是真的在比赛场上的那种当下 你会觉得自己 没有那么受到美光灯的注视 以及大家的关注吗 其实不会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算是蛮幸运的一个球员 就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 但是刚好都有记者会注意到我 然后也刚好会写到我的新闻这样子 就是这种东西可能是与生俱来 人家就觉得你 你看起来很阳光 然后 这是一种群众魅力 就像我在访问你 我也觉得你会有群众魅力 是我们记者会喜欢采访的对象 对对 然后我本身又比较杂联 就很爱叽叽一直讲话这样 这种受访者最棒的 对 但是回到家基本上都不讲话那种啊 因为旁边外面就已经发泄完了 对对对 回到家我就是要安静的 就是看要听听音乐啊 然后看看花花手机啊 然后读读英文之类的这样子 对啊 不会想说再去讲话 好累啊 那你自己怎么样去看待 就是媒体对你的一些 可能比较 应该没有媒体就是问过你 比较太尖锐的问题吧 不会 因为其实我跟媒体 到最后都可以变成好朋友 那他们如果要问什么 都会蛮直接就问我 那能写跟不能写 他们也会经过我的统一 那我也回答的是蛮直接性的 当然在这直接当中 我也会稍微把话讲得婉转一点 对 感觉我有一种话术的 我有一种八卦名人那种名嘴这样子吗 没有 就是我们俗称的业务嘴 真高说那种 但是我讲得就实在 就实在 没有业务啊 就是就实在 就是事发经过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 那对于媒体以及球迷 给你这个自由女神 这个绰号 你自己喜欢吗 其实我一开始当然是觉得 一直被叫女神女神 就觉得有点 太羞吗 有点羞耻心 对 就觉得很像没有羞耻心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称号吧 就是像 你看打排球 会有第二个自由女神吗 不可能啊 就难得 你运动一个东西 还能够被称为一个东西 一个名称 那是多么 难的一件事情 对 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 你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被誉为什么什么的时候 你会觉得 就是这种 其实是一种荣耀 而且在经过 就是其实在 这打球的生涯当中 有经过几次受伤 那我觉得 像这些封号 跟球迷的加油啊 以及媒体的帮我 就是写我的点滴啊 这些都是我非常 立志的故事 立志的来源啊 对 就是对我来讲 都是帮助成长的 自由女神 就是跟你画上等号 就 至少现在在排球圈 没有人 有人 没有人可以称得上 这个自由女神 另外一个封号 没有你了 就是可能 有人不知道洋梦话 但是一定没有人 不知道自由女神 对 通常那是自由女神吗 但是叫不出我名字 叫不出我名字 没关系 我懂我懂我懂 对我是 我是 但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吗 你会跟他自我介绍吗 不用不用 其实我叫梦话 不用不用不用 你只要记得我一个称号 那我也觉得就 足矣 OK这样 未来如果真的写进教科书里面 或体育课本里面的话 自由女神 就是杨梦话 这算是一种 你真的蛮高的成就感 对啊 没错 我觉得如果能够 被写上教科书的话 借我小孩要拿给我看 真的很棒 对啊 我们刚刚聊到一个 受伤这件事情 因为看到你的新闻报纸 除了你是国家队的新闻之外 然后还有很多 就是关于你过去一些 受到伤势困扰的一个状况 其实从2014年起 是不是那几年 没有好好的就是 求神问谱之类的 怎么会年年都受到伤势的困扰 对刚好从14年开始 都一直连续不间断的 就是有这些伤势 对 不过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就是其实在这受伤的过程当中 我从来没有觉得是低潮 没有啊 没有 我从来没有觉得说 这是一个结束 或者是 我就不打了之类的 想要放弃的念头 因为我觉得 每一段 当下也不会觉得说 我该怎么说 就觉得 它是 我想要 回到场上的动力来源吧 你今天受伤 你是不是觉得 是要努力的复健 你才能够 为下一个赛季来做准备 对 我当下都从来 其实都没有想过 说我不打了这个念头 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说 你不要急 你慢慢来 你慢慢的复健 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都生跑太急 然后伤没有好 就上上场 跟狮子座讲 慢慢来还是没效的 就对啊 所以那时候 就是在复健的时候 都是非常 就是你不要管我 让我自己做好 自己就好了吗 对 你只要 那种心态 对 你让我 你让我就是 好好的复健 我一定会 就是回到球场上 这样子 回顾一下 你的伤伤痛时 就是有左膝韧带撕裂 左右膝 十字韧带 都断掉 对对对 这个不是小伤 对于运动员来说 都是蛮大的伤害 你都没有一个moment 想过说 天哪 我这个受伤 会不会让我 没有办法再回到场上 从来没有 我自己这样回想起来 真的是没有这种念头过 哇塞 你钢铁人 没有 因为那时候 可能我觉得年纪上 也有关系 对 因为那时候 毕竟是借铃在一个 非常旺盛时期 比如说是23 到27之间 比较乐观吗 比较觉得 乐观 一直都乐观啊 我觉得就是一种 嗯 一直很想要去 打球的心情嘛 对 因为有些人 其实很职业倦怠 那刚好也遇到 这种伤势 他可能就会顺势 就说啊那算了 对不对 对 或者会觉得说 刚好是一个停损点 一个转折点 嗯 你不用就一直在打排球 你刚好就先坐坐腹肩 稍微冷静一下 休息一下 对 然后你就会 你修了 你怎么可能说 你的专业 叫你不要讲话半年 然后 不可能 对对对 你半年后一定会想要 我会做事啊 CMC就是这样啊 就是会很想要在 像我就是休息了 比如说半年一年 我会很想要打球那样子的心情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我更幸运的是 我没有像攻击手啊 或是其他的球员一样 有那种慢性痛 就是会跟你跟一辈子的那种痛 哦 所以你好了 就是真的是百分之百 完全复原的那种 对 我目前就是 因为我那些都是急性的伤害 急性的伤害 就是所谓的骨折 或是什么开放性骨折啊 或是什么 任何在断掉啊 你就是把它接起来 你不要讲得那么轻松好不好 那几个都很痛 你在 因为医生都这样跟我讲的 对啊 听众朋友们 不要以为这些伤势 听起来是那么的轻松 是很痛的 对 就对 当下真的蛮痛 在复健过程期也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真的很感谢老天 没有给我一些额外的慢性痛吧 因为其实我真的 我身边很多选手 他们都被慢性的这些伤痛给 羁绊着他打球的这个生涯 可能一辈子都会是这样 都好不了 对 你可能病骨软化 或者是你的鱼唇破裂 什么等这些 其实有可能 以后都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 没错啊 因为像我妈 以前是足球员嘛 超级无敌喜欢倒挂金钩 来啦 腰痛啊 对啊 老年了就开始腰痛 那边痛那边痛 我就说 谁叫你年轻的时候喜欢逞强 对啊 他说 我这个是为国家 他对愤战 是不是 对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运动 都是会讲求一些科学啊 或者是运动伤害这部分的 琢磨 跟就是希望就是降低这些 运动员的运动 运动伤害的风险 然后让永保球员的运动 生涯变长 这样子 没错 说到我的伤痛 其实大家对你印象蛮深刻 应该是在2017年 世大运来临的前夕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 就是意外中的意外吧 根本没有料想到会有那样的受伤 左手腕处鼓劣 对 哇 应该算长骨啊 这边 长骨嘛 长骨这边 就压根就一定就是运气非常不好 真的是蛮衰 对你没有 这也不是什么疲劳造成 你说韧带像是疲劳 那是有可能造成的 对对对 你比如要让肌肉 那个 让肌肉太疲劳的话 你就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支撑你的膝盖 然后韧带就会随着你的大小腿的方向转步一样的地方 它就会断掉这样子 我听起来就很 我天啊 想象那个画面就觉得 嗯 对对对 反正就是韧带这种东西你可能没有激励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维持好你的膝盖的力量这样子 那像那时候世大运刚好真的是 就是运气比较不好 但是运气好的是还好是伤在我的左手 嗯 然后再运气好的是还好我是自由球员 我不是攻击手 对 如果我是攻击手 我还想着要拦网 那如果我是左手的话 那我左手怎么攻击 那就直接少了一个攻击的那个手段了 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这样下来其实都非常的lucky 就是怎么说 第一个我不用攻击 第二个我不用拦网 也不用发球 就是纯粹只有用手腕以上的动作来做动作就好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就对我来讲是一个老天要给我的一个冲击吧 然后让我来面对台北的世大运 那也因为还好是在台北的世大运 如果你在国外的世大运谁要理你啊 对对啊 而且然后刚好我们今年打的成绩又是就是 每一场都赢上去 就是到最后的决赛才有输 才有败场这样子 所以其实让大家的观感都是很不错的 就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就是有女神啊 有阿飞啊 对对对 对就一下子 女排应该要再拍一个什么桌璃之类 让大家就是留念着 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应该是要这样的 对啊 不过那你 大家印象最深刻是你自己坚决要打石膏 带伤上阵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这么想要赢啊 没有什么想要赢不赢耶 因为其实队中只有一个自由球员 然后在上一届的光州市大运 我就是刚好我的装备都已经拿到了 然后已经准备要出国了 不然是两个礼拜前还是多久前 反正装备就已经拿到是代表 这赛事已进了不是吗 已经准备要出门了 没错 然后就刚好在也是在比台湾的企业联赛的时候 就又写十字认带直接断掉 对 完全直接被判出局 然后装备还被领回去 哦那感觉很差耶 装备还被领回去 对啊 那我做个纪念也好吧 真的是不是 真的 你就不会再发一套新的给别人吗 真的 不然我把它买下来吗 让我留个纪念也好 完全没有啊 都已经拿到房间 我还要再把它拿回去 感受精拜 真的是不是 对啊 所以就是在15年的光州市大运已经有 前夕已经受伤 在17年我就觉得 我不能不打 而且又在台北 就在台湾打 又在自己的地盘 对 然后又没有第二个自由球员 所以如果有第二个自由球员 我也不愿啊 就是会觉得说 我已经准备好 为什么我会面临到 我不要把机会让给别人 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就一定会 对我自己其实个性都比较偏向于这样子的 嗯 对 很适合当运动员啊 运动员就是要这样的 企图心非常的强烈 对我常常就想说 我这要不要去打个个人项目 应该会更强 UFC吧 是这样子吗 UFC来一下 说不定啊 可以开发其他的运动强项啊 而且你的身高也够 我觉得身材条件也蛮好的 但是我觉得 我很像只有排球稍微精湛一点啊 其他哦 可以先多尝试一下 反正你现在工作也是蛮稳定的了 是吧 这健康第一啊 健康第一 健康第一 对你印象比较深刻是在 就是士大云四强资格赛 对上日本的一场比赛 在场上哭泣的画面 很多球迷都印象深刻 嗯 你当下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妈呀 为什么会抽筋这样子 然后现在很贱 然后日本还一直故意发我 就 因为他们 他们一定有做情收 知道你受伤 所以他一定要把你当肉点打 对 确实是这样子 但是那场就有一些真的是神来 很多比的就一直接到球 哎呀 老天也是蛮眷顾的 对 我觉得这是老天在帮我接球 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想 因为平常其实那种球我不会那么早判断到 然后是刚好可能就真的是老天帮我 但是虽然后来没有赢 而且后来我可能也没有接很好 然后又抽筋又被攻击吧 对啊就很简 对啊抽筋啊 那时候抽筋就想说 干为什么在这时候抽筋啊 这样子 然后就也会影响表现 所以哭的当下是在想说 干我为什么要抽筋 对 我想说为什么会抽筋 并不是接不好这样子 哦 并不是因为感动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情绪 还是有啦 还是有啦 我不想要辜负观众的期望 还是有这种感动的感觉 然后 我觉得 这一哭应该也 让很多观众也流下 就是也有流下眼泪 对啊 因为包括志祺其实回去 再回播影片啊 或者是 自己也其实蛮感动的 对啊 因为毕竟那时候真的是不放弃啊 就觉得说 我是要比完赛 但是后来的自己的表现不好 也蛮自责的这样子 嗯 以你这种乐观的个性 一路以来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在哪一个时刻点 是让你觉得 哇 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好有压力哦 小时候吧 我觉得小时候在打球的时候 就觉得 哦 满满的压力 是因为训练吗 还是 训练啊 你训练做不好的话 你自己就会给你自己压力啊 教练会给你压力啊 对 会觉得说你怎么做不到 但是我觉得还小 我就做不到 你想怎么样 但是我是不会这样跟他讲 我是觉得我自己很想要做好 这样子 就做不到教练所期望的那样 所以代表这应该就是压力 以及不够成熟 嗯 对 那因为现在不一样就是 现在懂得怎么调试 而且你有经验 或者是 你必须要保持着一个 你的状况不好 你不能对你的 被你的队友发现 你不管怎样 就是要让人家觉得 你是最好最棒的 对你是OK的 如果有一点失误 有点trouble 那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你的气场气势 去觉得说 没关系 我还可以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能被人家发现 不能被人家发现 也不能被别人看扁 那种感觉 对对对 看扁我觉得是不至于啦 对 因为毕竟打了那么久 然后在排球圈 已经有一点点的 稍微 就是有一点点的 都是高的 都打七夜联赛能不高吗 对呀 能不高吗 你说打一些戏牌 那个设定 还是不会打球 怎么样 但你都已经打到七夜联赛 其实基本上 不会有人这样看你 那你要怎么去 维持你自己的水准 大概就是你的态度 一定要出来 对 所以你的压力 只发生在小时候的训练 的那个过程 从而没有因为 哪一次的成绩 或者是说 要面对哪一个对手 或者是哪一个赛事 让你觉得紧张 其实我不会很在意 团体的名次 我会很在意 我自己个人的表现 对 团体的名次 你不是说 你想好想拿冠军 要想拿冠军 就会拿 因为毕竟我们是团体的项目 对啊 所以我都会很 care我自己个人的表现 我必须一定要先 把我自己顾好 我才能够帮助球队 而不是说 我自己好的话 我就一定拿第一名 对 所以你说 在哪个赛事 很想要夺牌什么的 我觉得在我身上 我是感受不到 没有哪一届赛事 是你觉得 哇 这一届赛事 我们非常有机会 这阵容 我对我的队友们 也很有信心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 可以拿到前三名 都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没有耶 我没有想过 但是顶多会想说 我们今天的状况怎么样 对 你其实只要稍微 在乐身的时候 看一下大家攻击的状况 或是你脸部的表情 跟你 可能当天妹死来 心情不好 跟男朋友吵架 心情不好什么的 有些人看得出来 老鸟的直觉 就会代表你可能 对 maybe应该只有 看久 很多教练也会看得出来 对 你看久 大概就会知道 他今天状况怎么样 对 所以我所谓的就是 你不能让人家看到 你状况不好 就是你避免 一定要避免 排除这些 你一定要排除 这些不好的情绪 对 你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喊声 还是要跟你的队友 眼神 交流 对 眼神交流 让人家知道 你还活在这个场子上 对 还活在这个场子上 就好 你在 你在后博 没有关系 你上场 你就一定要活在里面 你不要让人家觉得 你是一个影子 对 那你能说出 你自己觉得 自己评价 表现最好的 一场球赛 跟表现最糟的 一场球赛 最糟 最糟马上就浮现了 有一场就是 企业联赛就是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可能也接不好 然后也很慌张 然后就被教练换掉吧 对 直接把你换下来 对 因为其实我们排球 有规定就是 如果要打双 就是第二个自由球员 也是可以 然后就 另一个球员 就马上去换衣服 然后就直接把我换掉 这样子 那我当然也不会说 去讨厌那个选手 或是讨厌那个教练 就是 纯粹为我自己的 表现不好 而感到有点沮丧吧 对 如果你说 要打得不好的话 就大概就这一场是 最印象深刻 哪一年啊 两年前吧 对手是 我也忘记 但是我记得是在张十大笔 对 然后就打得不好 你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就打得不好啊 就整个状态是 其实 有一点慌张 慌掉了 对 然后可能教练也觉得说 换掉人会比较好 教练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他没有跟我讲 我就觉得有点讨厌 就直接就说 就是 我就看那个选手 也没有先提醒 你就说 没有 你应该要 集中一点精神 然后或是怎么样之类 都没有先提醒 就直接帮你换下 换掉 哇 那感受真的蛮处 不好 对 他这样也没有讲 就是直接把我换掉 就看到那个选手去拿 慌慌张张 跑去拿球衣这样子嘛 那又是穿 又是换 因为这个拳又穿不一样颜色嘛 一看就知道啊 对 一看就知道是换我这个颜色的衣服 然后就直到被换掉 就有点没松 下场之后 你有跟教练稍微 就比赛结束之后 有没有跟教练稍微讨论一下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想了之后 我觉得那是我自己表现问题 我也不想跟他计较 对啊 因为其实我跟教练感情不错啦 他可能也知道 我可能当时状况不好 把我换掉是比较好的选择 我觉得像 我跟教练相处很久了 他的 他跟我是彼此都还蛮了解的 他有做什么样的决定 肯定一定都是有替我着想过的 对啊 虽然可能会觉得说 他这样子很不好 但是 也不至于说 影响到事后 彼此的合作啊 之类的 对对对 是不会啦 毕竟就有一场球赛 然后后来很像有赢吧 我就觉得没关系 对啊 你刚刚想到是 表现最糟的球赛 那表现最好的呢 你自己觉得 表现最好 哇 有点久 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我们就会打 那个 世界女排大奖赛 就是 排球界中 最高殿堂的一个 女排 是排球界的奥运啦 对对对对 算是排球界的奥运 那那时候 因为我们台湾 其实要参加的机会 非常之少 我们只有10年 跟12年有参加过 由来更老之前 更老之前 更久之前 还有学姐参加过 那些学姐老吧 因为我还没打过 对对对 对那那个时候 我就不提 因为我也没有很了解 那我的部分 我是有10年 2010年 跟12年都有参加过 那我应该是在 12年吗 反正就是这两年的 其中一年当中 我就对到巴西 巴西很强啊 对大家都知道 对 巴西就是 身材又好 攻击速度又很 很恐怖 然后每个人 很大级很壮 对没错 因为那个肌肉非常futter 一走出来就被先吓到 肯定被吓 你知道吗 然后而且又在主场 他们又在巴西比赛 对 我们那时候 世界 很硬哦 大家在 有四站吧 反正就其中有一站 就是在巴西 就在他们主场 妈咧 我真的是快吓死了 他们人真的很高大啊 对啊 动不动就190 然后又黑 然后又壮 然后又有点肉 就是整个就是杀直 有肌肉结实 对对对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像 中国那种瘦瘦的 中国像 中国 亚洲比较不会有肌肉线条 对 比较难练啊 我们的那种体格 欧美 你不管说俄罗斯啊 然后巴西 古巴 美国那些 有些黑人 超用超用 对 然后嘴巴还给你嚼 口香糖 那边嚼来嚼去的 你就很可怕 好 那因为那天 我一走出场就很害怕 因为全场都坐满 他们自己的人 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的加油 应该是蛮热情的那种 对对对 不要说吵 对很热情 对对对 他们就想要让自己的国家 能够赢球嘛 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也算是年 非常年轻的 就出去一定都是被电 被铲电的那一种 对对对 就是要磨经验啊 心理建设要很强啊 没错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守 他们一个大炮手的球 你知道吗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神来又是神来一遍 我就这样单手的 就是出去 然后就接到一个大炮手 钉在前面的球 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啊 对所以那个时候 接得不错的时候 就自己有在 那巴西战跟日本战 都有拿自己的最佳个人成绩 对对 你都有拿到个人的 那个自由球员奖项 对对对 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名词 但是我自己有拿到个人奖项 是还蛮 蛮 可以拿出来炫耀的 真的真的 蛮值得炫耀的啊 对对 以前会觉得害羞 不敢讲啊 但是 不会现在我们就是 你知道年纪差不多 是对对 有值得交往的地方 就要好好拿来说嘴一下 没错没错 再讲也没几年了 怎么这样说 对啊 未来还有很多年 人家要这样子想 就希望啊 对啊 这持平不要让人家觉得 就是你老了什么之类的 我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 属于老的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 我不喜欢人家一老卖老 所以我也不喜欢 用这个方式去面对人家 我觉得我还是会很勤奋的做 我自己该做的 那我去 去骂 或者是去指责 或者是教导 学妹是一定要有的 对 但是我自己这一块 我一定不会少 我自己 比如说 叫学妹 会做一些公司 但是我自己也会 把就是额外的一些事 会帮忙一起做 不会让他们觉得说 学姐只会使唤人这样子啊 对 但学妹不会这样子啊 学妹 现在学妹都乖乖的 可能也怕学姐生气吧 对对对 就其实我觉得 就不管在哪一个行业 就是都不要疑老卖老 一定会被讨厌 没错 对 不过我也蛮好奇的 因为在就是篮球圈啊 棒球圈啊 或者是其他的领域啊 我们都有听过什么 学长学弟啊 学姐学妹智的那种 状况会比较严重一点 排球有吗 其实有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啊 我觉得一定要有 因为这就是一个成长的必经过程嘛 你必须要长辈 长辈 长辈 有序 这是必须学习的 但是不是到霸凌 绝对不能霸凌 霸凌是不可取 但是在教导上跟 一些礼貌 跟做人处事道理的话 这个阶段是必须要有的 那种人就学着在做事 学妹坐在那边看嘛 这是 这不太对啊 对不太对 但是我们就会 学妹会主动做 那我们也要主动去 叫学妹做什么事情 而不是都放烂这样子 没有人讲那我不做 这样子也不好 对 就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教导他们说 在你们一定要必须主动做事 那我们也不想要说 命令你们去做事 我们是去请你们一定要做事 因为你们毕竟还小 对啊 总不能我们做 他们在那边看吧 对 这也不太对 对 所以就是其实都是在 每一个阶层 都是必须要必经的过程 应该是说学妹们 或者是就是学历们 他们其实应该要学的是说 因为你们是一个团体的运动 所以有很多事情 其实应该是要共同分担的 如果用这样的解释的话 会比较合理一点 对 没错 一定要共同分担 只是你做事的量 或者是值 可能就是要稍微分配一下人 或者是你适合是做什么的 然后你就可以去分配做那个 就是团队合作吧 对 就是这样子 就是团体生活必须要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没错 再拉回到刚刚我们聊的那国家队的话题 你刚刚是说是对巴西队自己的表现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你有没有哪个国家你跟他对战到会觉得 这个国家让你觉得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队伍 有啊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已经在青年队吧 青年队就大概是 你高中的时候吗 对不对 高三吧 高三准备要升大学的那个时候 对 对 高三反正就打青年队 那时候我们就非常光荣的拿一个亚洲第二名 对 就是破纪录的亚洲第二名 然后隔天我们就马上立马飞去泰国打 不知道是亚洲杯还是一个杯赛 然后他们的中 就很多比赛队伍都有参加 都是亚洲队 那我们那时候亚洲就 刚好都要中国 对 中国真的很屌 他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二军上你知道吗 然后都一直给人家三比零 就是很强啦 跟其他 二军很强 这样子吗 二军很强 然后不管打日本啊 打泰国都三比零这样子 赢人家 就是他们就是一支很强的队伍 然后对到我们 刚好应该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对 还是哪一套 反正我们有接触过一次啊 他们几个球员都是 现在大家打排球 应该都是 就是讲出名字来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像应该也都是国家队 一定都是就是赵瑞瑞啊 或是 那个冯坤啊 几个都是非常知名的排球 中国的排球的国手这样子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 这是 不管有没有赢 只要跟他们打球 就觉得是一种荣幸 你知道吗 毕竟他们也是奥运冠军队 对啊 然后也就是 感受到他们就是 打球的球职啊 你接到球是只会坐下去的那一种 这么重 重力的那种 就是你感觉就是 又是不一样层面 不一样阶级 从二楼下来的球 我们常常会说 面对那些高大人 对对对 然后又 他就刚好比较大职啊 之类的 对 就是他连发球 连他发球距离已经很远了 对啊 看起来就像扣球一样不好接 就是 他一过来就觉得 天哪我心里压力很大 又是跳飘 又是跳飘 快疯了 对 然后压力 压力大 然后但是又很想要打好 但是就却又接不起来 然后就是 那时候真的是被狂电 又被狂电那种 就打十分以下那种分数 所以那一场你们也是被三比零吗 肯定啊 那怎么可能会拿到一局 你过十五分就算赢一场好不好 对啊 毕竟真的 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成人队 然后又是奥运第一名 我们那时候只是不到二十岁小猫头 就真的是 那水准有差 对 水准一定有差啦 你们有 曾经因为国家队的关系 出去其他国家一地训练吗 有有有 一地训练跟比赛 其实我们那时候很常 排鞋都要我们去磨经验啊 就是要把我们累死 对 因为在台湾你们没有找到对手的啊 你们没有对手啊 其实确实也可以这么说啦 你跟别人练习也是一个经验培养的来源啊 你跟不同的 像欧美球队来做比赛的话 你的经验会更丰富 那你跟亚洲球队又有亚洲球风又不一样 对 总之 多打比赛就是累积你的实战经验这样子 你觉得跟哪一个国家的选手 做一地训练的 培养的过程当中收获最多 那因为我们以前最常去中国 他们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而且人又多 每一个县市都有一个很强的队 因为他们人口多 所以人才就跟着多 没错 而且他们高人又多 因为他们高人配高人 出来又是高人 这个我们好像没什么办法 对 但人家都会说亚洲球队 亚洲球队像日本啊 泰国啊 他们的身材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他们自己有打出他们自己的球风 所以他们今天到今天才有自己的成绩啊 对 没错 你觉得从中国选手身上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你去一地训练的时候 哪些收获是让你觉得印象真的蛮深刻的 其实不要说中国选手吧 我其实虽然跟中国选手 一地训练 有宜赛的机会很多 但是对于基本动作来讲 他们相对的稍微粗糙一些些 因为他们高 所以他们基本动作稍微可以因为身高 或什么来密布嘛 对 你可能身高高 防守不好 基本动作就不好 但是你的前排浪汪好 对 就有一点他们会这样子补 互相补 那我觉得比较平均的 像是泰国啊 中国 日本 泰国就是日本 他们算是比较 基本动作很漂亮 然后 只是稍微身高 没有赢人家那么多 也没那么壮 但是打得都非常出色 他们默契也是绝棒的 对 没错 接下来 это 接下来 完全没有赢人家 So 吗 叫真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